你好 欢迎收听天天听好书 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相信但凡对哲学有一丁点兴趣的人都听说过这本书 作为西方哲学思想的起源之作 也是乌托邦文学的奠基者 地位简直是堪比孔子的论语 可是这本开山之作有一个让人望而生未的特点 就是太长了 这本卷制浩凡的红篇巨著 中一本竟然有六百多页 分为十卷 足足超过了五十万字 单从篇幅上看 真的很少有人有足够的毅力 能把它从头到尾读完一整遍 不过啊 大家别着急 今天呢 为了让大家不错过这本超级名著 我会用音频的形式 大约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帮助大家快速弄懂这本经典中的经典 究竟都讲了什么内容 说到哲学 对于普罗大众来讲 这是一个稍稍有认知门槛的学科 所以在正式解读内容之前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本书的作者 柏拉图 通过加深对作者生平的认识 来接近作者的思想 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 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 我们现代人常把亲密关系里 那种纯粹精神交流的感情 称为柏拉图式的恋爱 但柏拉图这个人 其实打了一辈子光棍 和他关系最紧密的两个人 你也一定听说过 一个是他的老师 苏格拉底 另一个是他的学生 亚里士多德 徒子徒孙并称希腊三贤 也许是世俗的欢乐 已经入不了柏拉图的法眼 他把自己毕生 80年的精力和心血 都花在了哲学上 也正是因为这份心力 让他真正意义上 开启了西方哲学的 理性主义流派 说到这儿 你可能也会有疑问 我今天花半个小时 来听一本2000多年前的书 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万变不离其宗 我想这句话用来形容 理想国也是再贴切不过了 下面我给大家说三条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的理由 第一 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表达了 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 行而上学 至善理念等学说 而且柏拉图还第一次提出了 人类自我启蒙的要求 简单地说 是让人类不再单纯地受感性遮蔽 而是通过理性 践行科学 探寻真理 这些概念 你可能陌生 但是正是这些 你不熟悉的理论 奠定了整个西方文明的理论基础 就好比牛顿 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样 让后人 从此都能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 所以啊 我们今天的人 如果想更好地理解 我们当今世界的价值体系 追根溯源到 两千年前 西方文明的源头 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必读理由 第二 理想国还是一本 涵盖众多领域的百科全书 什么文学 政治 经济 法律 艺术 宗教 道德 教育等等 都被囊括其中 可以说 无论你是什么专业 都可以通过这本书 找到本学科的历史源头 对于想在自己专业 有过人见解的人 这本书能让你获得一个 超出专业之外的全局视野 这是我给你的第二个必读理由 第三 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理想国探讨的 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 比如 理性 金钱 公正 个人与家庭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 这些不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话题 也很大程度上 构成了人类的永恒终极问题 通过阅读理想国 我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 摆脱那些狭隘的视角和思维 在更高的视野下 理解人类社会与我们自身 这是我给你的第三个必读理由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解这本黄黄巨著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为大家提炼了三个离我们生活最近的小问题 一 人为什么要理性 二 什么是正义 三 政治体制分几种 这三个问题是理解理想国的地图 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围绕这三个问题逐一为大家展开一个哲学大家的精神世界 咱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理性 理性这个词在今天可能并不新鲜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冲动是魔鬼 不要在有情绪的时候做决定 但在两千多年前 第一个提出理性这个概念的柏拉图可算作是吃螃蟹的第一个人了 他认为人只有通过理性的训练才能远离自己固有的偏见 并因此而获得独立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书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隐喻故事 动学隐喻 来解释我们为什么需要理性 隐是隐藏的隐 欲是比喻的欲 什么叫隐喻呢 隐喻是用一种事物 暗喻另一种事物 比如祖国是我的母亲 她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这类说法中 母亲与铁石心肠 就分别被用来暗喻了祖国与冷漠 事实上往大了说 我们人类就是通过隐喻来理解整个世界的 在理想国里 柏拉图用洞穴隐喻来描述人类社会 你可以想象 有一个大大的山洞 只有一个长长的通道与外部世界相连 因为通道太长 导致任何阳光都无法照进来 在山洞里 有一组囚徒背对着出口 面向远处的墙壁 他们的四肢被套上了枷锁 头径也被固定 无法向四周转动 他们看不到别人 也看不到自己身体的任何部分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看到他们面前的墙壁 在洞穴中 囚徒的身后有一堆火焰 在火焰的后方 有人用头顶着东西走来走去 东西的影子被火光投射到囚徒面前的墙壁上 人们的嘈杂声也回响到囚徒们的耳朵里 因为看不到别的事物 这些囚徒们误以为 这些影子和声音就是世界 就是现实 有一天 其中一个囚徒被松绑了 他终于能转身了 首先他看到了背后的火堆 这是他看到的第一个食物 这让他眼花缭乱 痛苦不堪 然后他往洞口的方向继续走 走着走着 最终走到了外面 看到了阳光照耀的真实世界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 在黑暗洞穴里 人们普遍是无知的 柏拉图用囚徒 比喻那些愚昧 缺乏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的普通人 囚徒的手铐和铰链 是指普通人的局限 这些局限可能是先天的 比如心智水平的差异 也可能是后天的 比如所处的环境 接受的教育 接触到的信息 囚徒看到的影子 是肤浅社会的表象 而第一个转身的囚徒 看到光明时被闪花的眼睛 代表的是一个人 看见社会真相时的痛苦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咱们不妨再说的通俗一点 大家都看过3D电影吧 戴上3D眼镜 电影就会变成立体的图像 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假如有一个人 他从小就在电影院里长大 只能在座位上 一动不动的看着电影屏幕 你觉得他会变成什么样 恐怕他会认为 电影里的情节都是真实的 那些人物 景物 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柏拉图的这个预言 和我们刚刚举的 看3D电影一样 整个世界的真相 都藏在表面现象背后 我们用肉眼看到的世界 不管多么的栩栩如生 都只是一个表象 这些表象背后的运作机制 以及这些运作机制 内部的原理 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理性 不是躲在洞穴里 看那些习以为常的倒影 而是转过身来 直面事物的本质 通过不断了解 自身认知的局限 发现和理解 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 这种摆脱日常偏见的过程 柏拉图管他叫 张开灵魂之眼 但是同时 柏拉图也强调 能够真正意义上 做到理性 又是极为困难的 那些看到了真实世界的人们 再回到黑暗里 试图给洞穴里的囚徒 讲解自己在阳光下的见闻时 一定会遭到责骂和嘲笑 因为那些沉迷于 自己愚蠢见解的囚徒 对他们身后更大的光亮 一无所知 这些囚徒会认为 那个了解了真相的人 是疯子 是异类 是要毁掉他们 美好生活的恶魔 那么具体而言 人们到底怎么才能获得 理性思考的能力呢 柏拉图的答案是 学习算术 几何 音乐 和天文 这几类学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就拿数学来说吧 数学的推导 不需要任何经验的参与 就可以自圆其说 并且一直推论下去 这是一种确定的知识 不断远习这种确定的知识 能让人们不断的熟悉 把思维抽象的过程 从而获得运用抽象思维 来解决问题 让人们变得更加理性 最终走出洞穴 柏拉图相信 世界上的事物 有规律可循 理性的人的任务 就是去认识和发现 这些规律 并依据他们 来行动和生活 以上就是理想国理 关于什么是理性的答案 如果你愿意打破 无往不在的枷锁 做一个追求理性的人 那咱们就在理性的基础之上 来看下一个问题 对一个人和一个团体而言 究竟什么是正义 刚刚我们说过 理想国这本书 是用对话的形式 来阐述哲学思想的 关于正义这个话题 在书中 柏拉图是借苏格拉底 和三个人辩论的形式 来进行讲解的 这段文字很长 大约有17000多字 我们简单的 为大家概括一下 第一位出场的对方便有 是一位叫波勒马霍斯的农民 我们暂时叫他波波吧 他代表了普通人的立场 认为欠债还钱就是正义 苏格拉底就问他 如果我们欠敌人的东西 要不要归还 波波回答说 应该 不论是不是敌人 欠别人东西就应该归还 苏格拉底说 那就是说 给予每一个人 所应该得到的 就是还债 波波认可了这个说法 苏格拉底又说 按照这个推论 正义就是把善给了朋友 把恶给了敌人 如此说来 救死扶伤的医生 保家卫国的士兵 替你保管钱财的朋友 都是正义的人 波波觉得没毛病 下套完毕 苏格拉底开始反驳波波 苏格拉底说 医生既是最擅长治愈疾病的人 也是最擅长治死病人的人 士兵既是最擅长保卫家园的人 也是最擅长破坏别人家园的人 一个最会保管钱财的人 同时也可能是最会偷东西的人 一个事物 不可能同时具有发冷和发热 这两种相反的属性 而正义这种德行 也不应该具备帮助人和伤害人 这两种对立的特质 所以波波所认为的正义 并不是真正的正义 听了苏格拉底的反驳 波波表示福气 但在旁边的瑟拉旭马霍斯 沉不住气了 还是为了方便理解 咱们管这人叫小瑟吧 小瑟是古希腊著名的 诡辩派哲学家 非常擅长辩论 他在旁边大喊了一声 苏格拉底 你根本是扯淡 小瑟开篇 就立了一个flag 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苏格拉底说 你的意思是 社会上的弱者 要服从强者 小瑟说 正是如此 小瑟的观点是 只要力量够强大 所做的事情 都是正义的 所以弱者服从强者的统治 就是正义 比如治病救人来说 医生和病人相比较 医生懂得更多的医术 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就是强者 病人就是弱者 病人要听从医生的医嘱 同样对于统治阶级 和被统治阶级来讲 统治阶级更为智慧 所以算是强者 被统治阶级 当然算是弱者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这就是天理 苏格拉底微微一笑 对小瑟娓娓道来 苏老说 不管是医术 统治之术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技术 本质上都是一种技艺 而技艺最终的受益者 并不是拥有这项技艺的人 而是享受这项技艺的人 比如一个牧羊人 他拥有放牧的技艺 他能找到更优质的草场 其实是为了牛羊好 同样 一个强者 选择施展自己的统治之术 也是为了被统治者好 满足的并不是自身的利益 既然欠债还钱 不算是正义 满足强者的利益 不算是正义 究竟什么才是正义呢 柏拉图 借由苏格拉底之口 针对这个问题 做了一个灵魂隐喻 就人类而言 我们的身体并不稳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会一直发生变化 最终腐朽 而人自身还有一个不变的内核 那就是灵魂 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等 并与他的理想国的等级相应 灵魂分为理性 意气和欲望 这里的意是意思的意 气是空气的气 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 意气就是一半是理性 一半是欲望 是一种介于理性与欲望之间的过渡状态 柏拉图认为 理性位于我们的头部 意气位于我们的胸部 而欲望位于我们的腹部 横格膜与其之间 对一个人而言 理性用意气来控制我们的欲望 就如同理想国里 哲学家用武士控制平民一样 灵魂三级 各执其事 各安其分 人才能成为正义的人 对一个团体而言 不同灵魂状态的人群 从事不同的事业 大家各安其分 各司其职 整个团体才可以做到整体的正义 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来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不正义的人存在呢 理想国认为 我们灵魂里有三个事物 一头野兽 一头狮子 和一个人 野兽是欲望 狮子是意气 人是理性 野兽是指不能自制的 狂野而无序的力量 狮子能够自律 有坚定的意志 但是毕竟是野兽中的一种 可能展示野兽的一面 也可能展示与人合作的一面 而人最稳定可靠 其实也就是说 真正的人就是理性的人 这个比喻中 强调了人的灵魂中 各个力量之间的差异 但也暴露了理性的脆弱 因为野兽和狮子的力量 远远胜过了人 也就意味着 理性的力量 往往抵不过欲望和意气 柏拉图还认为 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贪婪者 他们往往从事商业 主要服务于欲望 第二种是有志者 他们一般从事政治活动 服务于意气 第三种是博学者 这些人就是哲学家 是服务于理性的人 三类人表明 人类灵魂三种力量 分别占上风之后的结果 人们因为灵魂倾向不同而不同 并皆为不同的团体 区分出了人群或阶层 这也就解释了社会中 人以群分的原因 相应的 城邦内部也分三个层级 统治者 护卫者 生产者 对应于灵魂中的理性 意气和欲望三部分 在柏拉图看来 人群必须分层 各司其职 才能发挥每一种人的功能 才能达到团体整体的最优 整个社会 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正义 比如生产者 就负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他们拥有家庭和世俗生活 护卫者 通过严格教育和训练 保卫城邦安全 促进城邦内部安定和行动统一 而进行统治的阶层 必须是有行政专业能力的人 也就是那些 拥有真正的统治知识 并良好运用的人 以上就是理想国里 关于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 柏拉图给出的解答 他认为 正义既不是普罗大众口中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也不是诡辩家口中的 强权即是正义 对于个人和团体而言 正义是平衡 理性 意气和欲望的结果 这就是他著名的灵魂三分说 同时我们通过 对柏拉图对正义的解释 也可以窥见 他本人的 对政治体制的一些见解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探究 第三个问题 政治体制到底有多少种 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认为 社会的每一阶层 都应该安于自己的职业之内 潜心于自己的工作 就不会有哪个阶层 轻易的和另一个阶层 发生冲突了 有了职业的专业化和分工 一切内部争斗都会停止 每个阶层都将满足于 做自己的特定工作 自私就无影无踪 团结将遍及城邦 那些专心履行自己职责的人 不可能自私 为了给无私 以双重的保险 柏拉图把统治者的职位 留给了一小部分人 这些人在一系列考验 和诱惑之下 坚信国家的痛苦 就是自己的痛苦 国家的幸福 就是自己的幸福 这条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范老先生 继续说下面的 统治者没有家庭 没有家人 没有财产 因而也就没有自私的诱因 真正的统治者 甚至必须是哲学王 意思就是 要么是哲学家成为王 要么是君王 自己变成哲学家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 可能都了解 两千多年前 孔子为了普及自己的理念 曾经周游列国 向各国的君主 推荐儒家的治国之道 当年的柏拉图 也干过相同的事 他也向希腊各大城邦的君主 解释 何为理性 何为灵魂 效果怎么样呢 套用现在网络上常用的一句话 叫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基本上所有的尝试 都以失败告终 柏拉图 后来转换思路 既然君王 没法成为哲学家 那能不能把哲学 传授给潜在的君王呢 柏拉图说干就干 他成立了一所雅典学园 这可以说是大学最早的出行 一直持续了900多年 这所学员 源源不断地培养了数不胜数的城邦立法者 大约在公元前387年 柏拉图40岁的时候 等来了一个机会 远邦小城 序拉图的君王迪奥尼修斯一世 向柏拉图抛出了橄榄枝 可当柏拉图与其见面的时候 因为过于直接地说出了 序拉图正体的弊端 触怒了君王 结果柏拉图被毫不留情地赶走了 后来 迪奥尼修斯二世即位 柏拉图再次受邀 为其讲授哲学 初期一帆风顺 可最终 迪奥尼修斯二世 听信小人谗言 差点要了柏拉图性命 但因为序拉图城邦发生战事 柏拉图还是万分侥幸地 逃回了雅典 到了柏拉图暮年之际 他第三次被邀请到序拉图 此时的迪奥尼修斯二世 更加的独裁 曾经跟随柏拉图所学的哲学 并没有让他贤明起来 不出所料 迪奥尼修斯二世再次被激怒 最后把柏拉图卖作了奴隶 如果不是学生匪多相救 一代哲学大家 就从此消失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 柏拉图终于明白 他提出的方案是过于理想化的思路 并不能在现实中完美实现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人们无法确保哲学王出现 又有人们相互斗争和不安于职守的现实状况 他把对雅典政治的失望 以及自己的政治构想 都在理想国里和盘拖出 他通过考察希腊已经存在过的 和可能存在的政治体制 给出了多种具体政治组织形式的模型 并分别指出其优劣 分析其形成机制 柏拉图认为 政治体制可以分为五种 按照优劣程度 分别是贤人政治 荣誉政治 寡头政治 民主政治 和建筑政治 这里的建 是建月的建 柏拉图认为 只有第一种是正义的政体 其余四种都是非正义的 或者说都是堕落的政治形式 柏拉图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来逐一分析一下这五种政体吧 先看第一种 贤人政体 贤人政体指的是 以哲学王 或真正掌握政治知识的人 来担任统治者 在理想王国中 他们凌驾在一切之上 具有绝对的权威 柏拉图认为 只有这种政体 才是正义的政体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中国古代传说中的 姚顺宇时代 就是一种贤人政治 具体是否真实存在 咱们先暂且不表态 但在天子之位 应该被善让给全国最贤能的人 这种政治理念 和柏拉图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 在柏拉图看来 除了贤者政治之外 其余四种都是非正义的 或者说都是堕落的政体形式 柏拉图的这种思想 对后世西方的精英治国论 有着重要的影响 那什么是荣誉政体呢 如果统治者 管理者 劳动者 三个等级相互混杂 就很容易演变成荣誉政体 在这种情况下 武力起着主导作用 统治阶级往往凭借战功获得地位 追求胜利感和荣誉感 忽视精神文化教育 重视身体锻炼 比如我们中国古代的秦国 它在国内所实施的军事化管理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就是一种荣誉政体 第三种叫寡头政体 在它之中 富人执掌权力 而穷人与权力无援 不仅是在政府事务 有少数人统治 而且在任何团体 比如一个教堂 工会 学校 或者任何其他机关中 都是少数人管制 比如欧洲古代的罗马共和国 是由元老院 执政官等少数权贵操纵的政权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寡头政体 第四种是民主政体 柏拉图给民主政体的定义为 一种使人乐意的 无政府状态的管理形式 在这种制度下 不加区别的把一切平等 给予一切人 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 但民主政体很容易演变成 暴民政治面 大家知道 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吗 答案是被公投处决的 雅典公民竟然因为一件 当时的社会热点事件 说服不了苏格拉底 或者说被苏格拉底 批得体无完肤 大家就恼羞成怒地 投票处决了这位哲学大宗师 说完了以上四种 咱们看最后 也是最糟糕的一种政治制度 就是建主政体 建是建月的建 前面也提到过一次 从名字上看 就不难理解它的含义 在希腊文 建主政体和暴君政体 是一个含义 是指以非法手段 取得政权的人 建立的独裁统治 在希腊历史上 科林斯 阿哥斯 麦加拉 西基昂 雅典等城邦 都出现过建筑制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像三国的董卓 唐朝的安禄山等等 建立的政权 就属于建筑政体 因为他们既没有得到 上一代统治者的善让 也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纯粹地依靠军队 这种蛮力来逆天而行 所以唯一的结果只能是 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 以上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 论述的五种正体 作为已经走出煽动的哲学家 他的智慧到今天 依然有启发意义 说到这里 理想国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再为你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通过洞穴隐喻 来理解了 人为什么需要理性 然后我们带着这份理性 围观了苏格拉底 与波波和小色的辩论 搞清楚了 什么是正义 最后我们分清了 正体的五种形式 以及什么是正义的正体 什么是不正义的正体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为你准备的笔记版文字 就在音频下方的文稿里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观看